3月7号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迎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第三个比赛日 共有100多名运动员站上海拔近200米的出发区 在雪飞燕的竞速赛道上有一位60多岁的赛道长负责统筹正式比赛时的赛道保障 他说 守护赛道的每一天都会被冬残奥会高山滑雪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做鼓舞 在3月5号上午进行的北京2022年冬残奥高山滑雪女子滑将坐姿比赛上 7位参赛选手中有4位摔倒 没有比赛成绩 可以看出这个项目的艰险和不易 中国选手刘思彤顺利完成比赛 最终获得铜牌 坐姿的 他一起跳之后 他下面这个坐是弹簧 他起跳之后 他没法做动作 所以说他一落地 那个弹簧又给他弹起 这弹几次 完了又落在冰面上 所以说侧倒的坐 每一次一翻车 你们那个心看着在现场看 也随时都翻了 李光泉今年62岁 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高山滑雪竞速项目的赛道长 他曾经也是一名高山滑雪运动员 多年驰骋雪场深知其中不易 李光泉说 从冬残奥第一个官方训练日开始 他每一天都被运动员们顽强偏搏的精神所鼓舞 前两次我们是四点五点出发 到山上是六点 和他们是同等 他们都在我们 已经是在我们前面排队了 今天比赛我们就调整的时间 我们要在运动员之前上来 运动员天不亮也都上来了 在东残奥高山滑雪滑将项目示杖组的比赛中 运动员需要与一位领滑员密切配合 飞驰而下 滑完全场2200多米的赛道 他们的训练过程让李光泉印象深刻 事实上他是在训练当中要给他派一个领滑员 这个领滑员他们必须得要在日常训练当中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默契 他们是用耳脉进行沟通 前后沟通 他就喊 左转 偏颇 起跳 他这样的给他后面一个指令 所以说他就注意 他就这样 在后面就做动作 他们之间的日常生活和训练 也是无数次的进行磨合 进行配合 运动员的自强和拼搏 运动员和领滑员之间的默契和信任 李光泉和他的同事们看在眼中振奋在心 看到运动员都是勇敢和自立自强自信这种心态 要创造好成绩 所以说我跟我的NTO们也在交流 说咱一定要把赛道要搞好 要给他们提供一个最优质 高标准的一个赛道 让他们能够在东产奥会上创出最优异的成绩 尽我们的一个力量 贡献 对 这些比赛的那种 要求他们的领导 是三个质量的一领导 是三个质量的一领导